我先要告诉您 今年的第12号台风杜鹃 已经在今天清晨两点钟形成 气象局预测这个台风 未来将朝日本方向前进 对台湾的直接影响并不大 但是要注意的是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从今天开始会下大雨 气象局也针对北部和东北部 以及中南部山区发布了大雨特报 又有台风形成了 今年的第12号台风杜鹃 下午位于琉球南方870公里的海面 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 朝东北方前进 气象局判断靠近台湾的机会不大 未来的行进路径 事实上比较偏向北北东 甚至往东北的方向 对台湾地区来讲 直接性的影响机会 事实上是蛮小的 不过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这两天北部东北部的天气 都很不稳定 一下子下大雨 一下子又出大太阳 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 目前位于一个大的低压环流圈 那这个低压环流 刚刚处于在台湾的边缘 虽然台湾地区受到这个低压环流 所带来的水汽影响之下 北台湾地区 包括在东部来讲的话 间歇性的雨势都很容易发生 另外中南部山区 午后也会出现大雨的机会 气象局表示 这样的天气将持续到星期六 但情况会慢慢趋缓 记者林哲武郭俊林 台北报道 订阅 养